男人怎么用手帮女人打到快感 第一步就是详尽的准备工作 即使在刑防的时候还需要做好清洁工作 更不要说用携带很多细菌病毒的手进入到下面了 这也是由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决定的 所以呢 在用你的手指进入女人下面之前呢 必须要做好手指的清洁工作 并且要保证指甲的光滑 以免刮伤女人下面的内壁 第二步呢就是让她兴奋起来 在做好准备工作之后呢 不要急着进入 而是要先让女性整个人兴奋起来 因为如果你不仅是把手指放在她的身体内 或者只是拨弄她的下面 而不确信她是否有感觉 所以在你的手指进入她的身体前 你可以使用亲吻 爱抚 说一些情话 助兴用品等等 先让她兴奋起来 第三步就是进入检验 再让女性兴奋起来之后 就要准备进入了 如果女性的阴道足够的运滑 就可以直接的进入 如果女性的阴道不够运滑的话 就可以在你的手上呢 涂抹一点人体运滑液 就能够有效的缓解干涉 带来湿润的性快感哦 第四点就是带她体验高潮 在进入之后呢 能否带她达到房市的巅峰 就看你手上的功夫了 如果呢 想要女性达到强烈的一个性高潮的话 主要是通过手指对句点的刺激 不过在刺激之前呢 你最好先给自己一个定位 这样呢 你就能够保持你的手指是直的 并确保你的手指 能够进入到她的身体里面 这也缩小了你错过目标的几率了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哦